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奇发 前两天咱家这只蝎王不是不幸牺牲了吗 当时我就说要把它做成标本保存下来 随后我就用最古老的办法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 结果我发现以这个季节的太阳 想把这个蝎王晒干 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 如果突然再下几天雨 这个蝎王尸体就会面临腐烂的可能 随后我又想到像古埃及做木乃伊那样 把这个蝎王用布给它裹起来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 就必须把这个蝎王给它开膛过度 把它里面的内脏给取出来 这样是不是有些太残忍了 如果还让它去遭这个罪 是不是有点于心不忍 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买了这么一个玩意儿 花了我两百六十九块 对话不多说 开箱制作蝎王标本 这个东西着实有点大 我估计我这个方法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这两个应该是底座 说明书遥控器 这个就是主机 先给它装起来看一下 有点大 高低 有点高了 放低一点 这样行 就是这个 加热器 装好了以后就这样 两百六十九 我感觉还行 这个模样感觉就像空调的迷你版 主控确实和空调也差不多 冷热都能用 为什么会选择去买这个呢 我是这么想的 蝎王用完以后呢 还可以用 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感觉一举多得 插上电 好 响了通电就可以了 开关看一下 这里给我开关 凉风 遥控器 电池没有装上电 温度 15度 16度 18 19 28 35度 再高我怕它爆了 这个温度还可以 蝎王呢 我们就把蝎王放在这里吹 它里面还有一个加热片 一边吹可以一边烤 要不了多久 它的水分就应该会被烤干了 等到把蝎王挺的水分吹干以后 我就可以把它做成标本 然后长久的给它保存下来 不过我就是感觉 我的手一直这样拿着 有点吃不消 我得想个办法 这样不错 这样我就不用用手 一直拿着蝎王在这里烤了 等到把它挺的水分烤干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做下一步 给蝎王做标本模型 其实这个蝎王没了以后 很多朋友都很难过 我同样也难过 要不然我也不会想着 给它做成标本 把它保存下来 很多朋友私信我 或者评论 还有弹幕 让我再买一只蝎王 或者再买其他的爬虫 鱼类之类的 我想说的是 虽然现在我已经回到老家 我有很大的地方可以去养这些爬虫或者鱼 但是因为气温的问题 我这段时间在选择性的购买 或者说你们想要什么 把它打在评论区 让朋友们 小伙伴们 兄弟们 把你的评论顶到顶上面去 我在评论区就会第一时间看到 就会优先去安排 而且后期我会开启 浮化和其他的系列 随着现在气温的慢慢升高 我们后期的视频会越来越丰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点赞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今天就让蝎王在这里先考着 下期再见 拜拜